第一位闯官回大陆 推动中国大陆民主的海外民主运动创始人王炳章 已经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11年了 那么11年来呢 他的家人还有部分的民运人士一直在为他呼吁 今年的9月份 由纽约民运组织发起的与王炳章同球行为艺术 把营救王炳章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日前有部分的民运人士和王炳章的亲人 他们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前呢 再度进行绝食活动 在美国多地发起的与王炳章同球活动 没能促使中共做出任何反应 10月7号上午 王炳章的家属和中国民主党成员杨伟峰 张成亮等人 开始在联合国前进行为七亿州的绝食活动 并向联合国抵交请愿陈词 敦促中共尽快释放多病缠身的王炳章 我们一直就这样继续下去 直到我们得到肯定的消息 中国民主党成员张成亮 在网上看到为王炳章绝食的消息 也赶来绝食 王炳章博士他在老里都待了11年 他得到的摧残比我们可能还厉害 我认为在五天的时间对我来说没有可说的 王炳章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创始人 现年66岁 王炳章自北京医学院医学博士毕业后 于1979年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 1982年获医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后 温文尔雅的他放弃了收入丰厚的一生职业 开始在海外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 而被誉为民主领袖 1983年 王炳章创建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1989年 他又参与创建中国自由民主党 即1998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正义党 2000年 王炳章出任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顾问 1998年1月 王炳章潜入中国大陆进行民主活动 被中共逮捕并驱逐出境 2002年6月 王炳章在中国和越南的边境附近被秘密绑架 隔年的2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 已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名 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 王炳章目前关押在广东扫关北疆监狱 他一直被单独关押 曾在监狱里中风三次 今年6月 王炳章弟弟王炳武去监狱探望王炳章 发现王炳章老太隆中 静脉扩张 哮喘 与无伦次 脾气暴躁 精神错乱 走路都要扶墙 回来后他和家人开始着手营救王炳章 得到了海外民运人士的支持 加拿大 美国 香港等地都在展开营救王炳章的抗议活动 今天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是一个官宦极其腐败 这个政权极其暴虐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而王炳章付出的就是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改变 就是希望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人能够拥有一份自己的尊严 自己的自由 自己的平安 所以说呢 王炳章的遭遇其实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9月9号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等人 在纽约时代广场展开与王炳章同球活动 王军涛和王炳章的支持者们 轮番戴着手铐坐在笼子里 抗议中共对王炳章的关押迫害 10月1号 旅美雕塑家陈维明等人 也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星光大道上 开始围棄一周的行为艺术 他们把自己囚在牢笼里 为王炳章呼吁 据中国民主党全委会 美国委员会主席张健透露 他们也计划在台湾台北 和台中台南以及香港 同时设立求聋 对中共囚禁良心犯表示抗议